大家好 我是天狼 两广 福建 海南 这些地区因为冬天气温比较温暖 月季很难进入休眠状态 但是有的话有的月季可能长歪了 可能长得太大了 或者下面凸脚太严重了 那么它确实需要一种休解 而且既要不影响它开花生长 又要逐渐把它的株形修得饱满圆润 那么按照我们其他地区 可以冬检一下平茶就完事了 但是我们这个没有霜冻的地区 所以是很纠结 所以说今天狼哥按照自己的经验 给大家分享一个叫阶段式的修剪办法 这个办法可以贯穿我们整个两广地区 全年养月季 尤其是在我们大多数灌木月季 你看我们以这个为例 我们一般花有的可能会比这个大 但是我觉得这个苗已经不小了 然后我们在江南这些地方 想要让它住心更好 冬天从这里一剪掉 留个20公分一剪掉 直接爆盆就完事了 特别简单一推 但是我们两广这样剪 如果你的苗足够壮可能不会死 但是长成芽弱了发唧的 弄不好就挂了 而开花一恢复恢复个半年 很痛苦 但是怎么样修剪 才能实现我们想要的效果呢 这个月季我们先看 这个月季一个实际情况是 上面有一些叶子 下面是凸角 其实我们会有些花友 上面叶子可能没有这么多 我再露掉一些 可能更形象一些 我们看我们把它分成四个大区域 一二三四四个区域 那么四个区域我们会发现 每个上面都有叶子 然后这个粗状的枝条 它上面叶子是最多的 状态最好的 那么我个人建议就是 我们先把这个粗状的解决 因为状了我们剪 它长出来这条就更壮 分段式的修剪 就是我们先剪一部分 然后让另外一部分 不是特别主要 不是特别壮的枝条 它上面带了一些叶片 来制造养分 来攻击我们这个植株 它制造的养分 来攻击我们快速发根 促使我们修剪掉的 这些枝条快速萌发 当我们修剪掉这条 萌发长出来新叶子 如果强壮的时候 我们再回过头来 把这些留着 制造养分的叶子 给它咔嚓掉 这就完成分段式修剪了 为什么先剪撞的呢 撞的首先枝条里 存在的养分多 它自己有一定的储藏能力 第二个 它发芽发的快 而且长叶子长得多 能够快速的接替 我们剪掉这么多叶子 不能乱来 那我们按照我们之前的 修剪的意愿 你看我来给它剪一下 我们就是 因为就是按照冬检的标准 按照我们修眠地方的 冬检标准 我们把这颗剪掉 你看 首先 我这根植条剪完了 很干净 猪形也是我想要的 然后就净了它发芽就好了 我个人建议 我们一次修剪 一般要剪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叶片 那我还可以再剪掉三分之一 我把这两个再剪掉 你看 这两根枝条 给我制造养分 有一些叶子 然后这些剪掉它就开始发芽 它长起来了之后 长得这么高 花苞出来 当整花苞的时候说明 我们新长出来这个叶片 制造养分的水平能力 成熟度最好了 那么我们再回过去 把另外两只卡剪掉 然后整个猪形矮了 顿时了 甚至有一些分支不够多的 分支丰满了 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总结了一下 在我们两广地区全年 其实都可以实施 当然了 最好的建议还是冬天 所以说建议大家 你两广也可以冬天 尤其对于我们盆栽的 一些灌木类的 或者是一些老苗 都可以采用 就记得 最少保留三分之一的叶片 剩下的咔嚓冬天 管事 你可以试一试 不敢说效果 多么多么的完美 但是肯定是要比我们 不解的来得好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希望对两广的花友能够带来一些启发 然后希望这个小的一个创意 能给你解决实际问题 大家有什么结果 记得跟我们互动 我是天狼 下次再来 所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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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